大家好,我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故事是 放生之牛 1980年福建福安赛季的一位木童啊 对一头公牛说 你明天就要卖给土库了 牛啊,当即流泪不下 木童把这件事告诉村里的人和父母 大家一起观看 牛叫像 大家跪穷 人们动了侧颖之心 就 挤一些钱 来把它买下来 送往枝提寺放生 牛啊,进寺里面以后就喜欢听经 礼国 当看见有人来寺 就一一叩谢 临终时候啊,还预知实至 漫步到旷野沃岛 半日后往生 当时是1993年农历10月13日 今天故事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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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